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郭文华 那很欢迎大家这次来 就是疫情之后 就是又重新再办的这个成果发表会 那其实我们特传学们算运气不错 因为去年其实大家如果在政大的话 也快到政大也正好有机会看 再往前的2020年就忘了有没有开会 好像也有 是因为好像六月份以后突然好像 大家突然觉得好像OK了 所以又可以办 所以特传学们的实体一直都没有被影响到 可是心态上面有很大的转折 那有一种假叫做曾经什么苍海难回水的意思 那我就觉得像今年这个回归 那我就突然就想到叫做重转向 就是return这个意思 那我想我们学徒建议再讲 转向转向 反正想不到名词就说 我们现在转到哪里去了 可是我都觉得转来转去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可是我们最近最近这一两个一年 真的有两个重转向 一个重转向就是我们的科技部又重转回了国科会 然后大家都说 哦我们是转转 就是我们是return 回归什么都没有改 可是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加了技术的国科会 会不会比较技术或者比较什么 我就觉得有个空间在里面 那另外就是也是回归到大家研究的正位 那这里面是我也讲个个人的小的心得 就是我们过往其实一直觉得说 防疫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反正里面 大家的路线都不太一样 可是在大家都弄完以后 其实防疫也就突然没有了 至少科技部的新计划里面 防疫又没有什么特别在提 那以前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朋友 他不是研究台湾的 他研究柬埔寨 他说在一个疯狂建设的柬埔寨时期 到现在都还是 他们的官员最常讲 其实跟台湾非常强 只是动作比较快 然后动作是挺夸张的 告诉你那边要盖市镇 那边要盖什么 那因为地都是空的 盖得很快 那就跟潮水一样 就是说讲了几年以后就没有 讲了几年以后就没有 然后留下来就是一堆 所谓公共建设的伤疤 那最近一个当然就是被 一带一路撩起来的伤疤 那比如说我看看 你觉得说 这对我们科技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需要一种回归学术的方法去研究 好那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说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所谓的回归 而且是我个人觉得说 要落实一些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最常谈的环保里面 就是排放什么碳排放之类的 所以各位大家可以想到说 可以看到说 我们也没有非常非常大的海报 后面也没有棋子 然后那个大家 就是到中午以前 只会发放咖啡 但是比较好的咖啡是会孙的 就是我们以前中心 会孙农场的会孙 那中午的话基本上就会搭配就是 相关的这种面包式的典型 就不会像便当一样 每次一定要吃完 肚子小的吃不下去 肚子多的要吃两个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 不是挺方便的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搭配 就是这些点心 之前吃之后吃 慢慢就是养成这样的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的这个尸体的手势还是有 但是这个可爱的 那个不支付的袋子就没有了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反物行的那种袋子 因为我相信各位走到这么一步 家里应该也累积了很多这种 也好各位的袋子 那我也觉得从这边开始做 那我觉得最高兴的事情应该是说 就是beet together 大家都正好又在一起 互到的恭喜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阳明这边或是在台北 有些是慢慢来的 那人可能没有特别多 但是无所谓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今天有人在问我 问我说 为什么现在连做海报都要有那个影片 主要有一个 我觉得也是数位转型的东西 就是 呃 我们未来希望说 有个真正 为大家所用 被大家share的网 网站 那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过于这几年 我们科船学人 早就有想到这个 因为我就是为了去想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谈我们科船 然后一点我感觉很心 那我就发现到黄俊如 至少在我们科技部 已经讲过两三次都有录影 可是你现在如果不用eagle去找 你个人不晓得 俊如已经讲那么久了 那然后呢 如果再讲slide的话又更早 像你们林辰永 什么也都有在讲 我一直觉得说 那个数位的事情 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真的 落实在大家的这个使用上 那我也觉得说 透过这次我们来试试看 那所以就说也感谢各位帮忙 就是海报的部分去做一个小录影 那你就把它讲成是某种短讲 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大家如果说第一次来这边参加这个会 你就会知道 中午的海报是林冰两讲这样子 一轮绕过去 那个品质坦白说 不能说非常的好 主持人也非常的累 但是希望说透过这个以后 慢慢去熟呀 去把它做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有人说奇怪 我们还在等谁呢 啊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怕 林冰人 不会来 王文基 也不会来 王文基 在今天这个日子 至少我知道 就有两个学会在办年会 比方说我自己的工会学会 还有就是那个 我自己更领域的 安宁照顾学的学会 今年都在都在今天办 然后 有三个学的学们在今天办成果发表会 现在林冰人应该 在文大 运动学们的 成果发表会 然后中间堂在台大有另外一个会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常态 因为我觉得各位 才是这个 成果发表会的主题 你们就要看到 大家 林冰人丹也很重要 那他会 就是讲一些祝福的话 跟我们现在文学院的王文基院长 其实他也是我们科传的推手 就是他过去这几年 其实在科传上面鼓励别人来投 他自己也投 所以说也是一个回娘家的身份 来说几句话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的话已经讲完了 所以他们就不啰啰啰啰 先让林冰人讲个话 来 林冰人的分身 林冰人的分身讲个话 那各位 因为我们有录影 所以林冰人的讲话以后 到网站上都可以点 当然你不停的 对他不停的祝福 好来 各位科传学们的好朋友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今天因为行程的冲突 没有办法直接到会场 跟大家见面 那我想 科传学们 虽然年纪比较轻 然后人数也不多 但一直都是一个 跨领域的性格非常浓厚 然后而且 这个研究者之间彼此的互动 也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是一个非常年轻 活泼的学们 而且对于想要有 对这个议题有研究兴趣的老师呢 那学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多力气 去跟新老师来做互动 那我想这个非常符合处理面 或者是会里面 现在正在推动的 跨领域研究的特质 那我想这其实 的确也跟学们本身 的这个跨领域的特质 是很有关系的 那我刚刚看了这个 今天 报告的一些题目 的确就是 我想 如果身为一个经济学家 那或者是其他很多社会科学的学者 看了一定也是都是会觉得很有兴趣的题目 那只有担任处长这几年来 那跟这个全一任的 赵继人文林老师 还有现任的郭文华老师 其实都有很多的互动 那也感谢他们对于 云俄里面有很多样 很多的研究 跟讨论都有非常多的帮忙 那在此就预祝今天的这个会议 顺利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所以真的是不用多多说 那 其实 林老师在去年 其实就讲的比较多 因为他在人文市有很多规划 那当然大家也会 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 就是说会想问就是 就是到了人文市以后 我们会怎么样 那我怎么跟大家讲 这是吴震宗部长讲的 叫一切如常 就是 就是说大家还是基于在身体 因为我感觉学处研究 还是学处最重要 他一直讲 那我就不啰嗦 再请我们的王文基院长 跟大家说几句话 对 各位科传学们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阳明交通大学人社院的王文基 非常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学校的北投校区 人社院其实是在山上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大家也知道我们学校有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我也是该所的成员 就我印象所及科技与社会领域的朋友 参与我们科传学们大概 也大概是十多年前 所以算是比较年轻的成员 我非常乐见不同领域的朋友 在一起相互学习体力 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 大概六七年前左右 其实也参与我们科传学们计划的执行 当时召集人非常鼓励科技与社会领域的朋友 参与学们的活动 也很荣幸很高兴 也获得学们的肯认 也获得了补助 我长年以来比较是在历史学们 我觉得科传学们跟历史学们 有一个还蛮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科传学们相关的活动 其实是还蛮多的 比如说在之前我参与成果发表会的时候 就觉得互动相较之下是比较多 然后因为一些议题或者是研究方法 比较相近 所以学习的成效其实也还蛮好的 最后就祝这两天的成果发表会顺利成功 大家平安 谢谢 谢谢 我想也是波罗说 就是院长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中间有很多常识 那我们我自己在2014年也是刚刚乐队同时的时候 也是得到科传的学们的鼓励 那特别是当时的林成勇老师 那后来又换了一代 在俊如的带领下 我又觉得说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成长 那其实现在这个科厕所下面有好多老师接科传学们的计划 会感觉有个好的互动 那当然有个小小秘密 或者这小小秘密 就是当做今天的开场 就是我也是为了这个某一个申请案 因为是国外的 就是我要把我们这个学们翻译成英文 那我不知道我林现在来了没有 就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们的英文的翻译 叫STS and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那我当初在想的时候 想说原来应该不是应该是科教吗 或是供应素养 或什么之类的 这也许俊隆可以讲一下神秘的事情 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 其实应该是说 透过STS跟科学传播去反映某一种 公民素养的提升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学术的研究 基本上是要对外扩散的 需要去影响社会的 而不是说比方说是等在这个 放在图书馆准备给大家查 所以我们在抄袭的 那我一直觉得说这是挺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就是我们这样外外扩的性格 让科传选民即使没有学会 因为刚刚王鸡讲的一个后面的侧影 就是其实你学能办的非常久 它是一个传统领域 而他们的学会的部分一直都没有真的起来 但你回想起来 我们科传其实也没有学会 讲好听是说没有学会的包容 讲难听一点就是说没有学会来给你靠 所以说真的要靠一种隐形的团结力量 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那我一直觉得说这样的生命力 让我们挺过了疫情